有一個都很常發現很嚴重的 沒有電話 我經常聽到他們說這個對 電話呢 找回了他的CV 都沒有電話 我早就不會寫信給他 亦都不會寫Email給他 你想想你這麼大頭蝦 你連最重要怎樣去找你的資料都沒有 你做事可能都是這樣 在Coverletter 上最常見到的錯誤就是 有很多特別的新畢業生 他們是如鷹殺網式去找工作 於是通常我們那個Caption 說你申請那份什麼工作 就經常都不改 於是其實你申請這份工作 你又因為魚蒙殺網式 可能之前申請另一份工作 那個名字就放進去 又或者是沒有簽名 又或者是日子不對 這些都是很普通的 會將他中學小學 考那些事的成績之類 都放進去 其實那些是不需要的